天生 你不要跟我講 不然你現在跟我講講 我是你不要跟我講講你 我愛女兒 女兒也要你管 兩代loser 邊走邊吵 盧廣中跟蔡正男這對父子 在戲劇花甲裡 挑戰持續三分鐘 流利 互罵的戲碼 阿嬤 今天 是我們大家 會跟你商壽的認知 你知道 哭到連鼻涕都流出來了 花甲在阿嬤告別式上 念了近八百字的紀文 長達七分鐘催淚畫面 也是一鏡到底拍完 不只考驗演技 也讓首次主演戲劇的盧廣中 以大黑馬之姿 或金鐘男主角提名 做夢也沒有想過 做夢沒有想過就是 我平常做夢就是真的沒有想過 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你知道我可能 平常做夢會夢到吃早餐 還是什麼寫歌 可是真的沒有夢 夢過入圍的男主角 所以很開心 看見啦 在那邊 搜來搜去 搜來搜去 我對你搜來搜去 搜來搜去 搜來搜去 這幾段我的舞伴 戈尔幽泽眼 搅出漂亮成績單 對上麻醉風暴惡禮 深驚天才外科醫師 跟饒舌歌手的李國毅 目前上壞人數還不流 現在有抗戀的外科醫師 正在幫壞者做急救 有人要受根 開花進去多久回到 大概要四五分鐘 五分鐘 來不及了 你要做什麼 我要做給我聽到 現在只有我們兩個醫師 如果你同意的話 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做 發生爆炸案 民眾死傷慘重 李國毅劇中交手 戰地醫師黃建偉 精彩對戲 雙雙入圍男主角 當然覺得還是開心 但並不會 就是戲劇性的激動 第四度叩關金鐘獎勢力 黃建偉仍以平常心看待 對照出道12年 首度入圍的李國毅 當下是第一個跑去找我的媽媽 媽媽很開心的站起來抱著我 然後流了眼淚 當下的我自己也紅了眼眶 驚喜之情 異語言表 同樣第一次被提名 張宣睿則在我的男孩 跟林心如上演 姐弟戀 在我20歲那年 學會了兩件事 第一 當下 勇敢 不准來 反正我只是弟弟啊 為什麼不准我去 第二 沒辦法用說的時候 那就擁抱吧 全是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 穆子一被德文聲樂歌詞 還得演出戲中戲 台北歌手裡藝人分時多角展現實力 或評審青睞 縱觀男主角五人 各具特色及優勢 老將星秀進行廝殺 也讓世帝之爭更加激烈 再次回予告